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场议程 那么接下来的主题呢 是从Flask 迈向Fest API的心路历程 用防污估价模型服务体验 急速开发高效能的快感 那这个是由 我们的讲者陈嘉诚 来为我们主讲 那请大家跟我们一起 欢迎我们的讲者陈嘉诚 大家好 我是这一次的讲者 我叫陈嘉诚 那今天很高兴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从Flask迈向Fest API的 转换上面的一点心路历程 那我会用到 就是我们这边 有使用到的一个 防污估价模型 去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首先 这是这一次恩卷打 那这边的话 就是会跟大家说 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有想要转换 那奇迹是什么 那这两个框架 Fest跟Fest API在开发上面的差异是哪里 那我如果要转换 我要怎么去使用 那再来是两种框架下面的话 我们有去做一些测试的结果 去比较一下 看说两种框架执行的结果 是如何 那最后是整个转换路上的一些心路历程 那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我自己是目前是在玉山担任 智能系统工程师 大概四年左右时间 那也是我第一份的工作 近来就是在玉山待了四年这样子 那城市撰写经验的话 就是 Python的话是进到玉山这边才开始学习的 所以就是进来多久 就是学了多久 那过去在学校的经验的话 就是写R 因为过去是统计相关的背景 所以是用R去做开发 那专长部分的话 目前就是主要专注在API这一块 就是Python的Framework的这一块 那同时还有包含一些系统维运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进到我们 就是第一个topic这边 那这边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想要做一个转换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边其实有面临到 几个痛点 那这边跟大家说明的第一个痛点就是 GIL的一个限制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Python里面 就是有一个GIL的限制 在Multi Thread的时候 那其实在IoBund的处理的时候 其实可能Multi Thread是OK 但是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CPUBund 像是这个范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范例 其实我做了很多CPUBund的事情 去做一些运算 那其实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我使用Multi Thread的话 它其实会受到Python GL的限制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的图 像右边上面的第一个图 就是其实我去不做任何处理的时候 直接去执行它 那CPU运算时间可能大概是6.58秒 但是我假设我用 所谓的方式去执行的话 它其实执行出来 它反而没有更快 反而是变慢了 变成7.2秒 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用Multi Thread它其实没有办法 很明显的提升效能 那可能这时候大家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Multi Process 那OK没问题 但是其实Multi Thread的另外一个限制 就是它会比较去消耗资源 因为毕竟就是开了很多个营养的Process 在那边 那如果你里面又是做了很大量的模型运算的话 那其实就是对效能来说 是影响满 资源的影响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面临到一个选择 就是我到底今天要选择用Multi Thread 但是它会受现在GIL跟效能 可能比较没有显著提升 那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常关注到的 Exception发生的时候 它比较难处理 那还是我要去选择Multi Process 但是它对于资源的消耗就会比较多 那同时如果我们有一些 像在Multi的里面做记忆体护存 取得动作的时候 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 可能要写比较多的方式或是程式 去做执行才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面临到的第一个痛点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那接下来第二个痛点的话 就是API Spec文件的管理 那其实因为目前就是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服务 大家都会习惯把它转成API化 去用API来沟通 那其实在开发上就会有一些文件的撰写 那其实可能大家看到 可能像有些人会习惯用左边这种 直接用Denson的格式提供给开发者 不是给使用者 他可能看这种格式就知道说 我里面有什么参数 那我的範例是什么 那它的这个input的type是什么 那可能有些人是更习惯用右边这种方式 就是用Word Excel的文件去写一个表格 然后去清楚名列出来说我的栏位 我的栏位说明跟我的范例是什么 那但是这种状况下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 跟前段沟通上面的文件规格不同意 因为可能你有10个服务20个服务 但是每个服务它的沟通的规格都不同 那这种时候你要去做版本管理啊 或是去做一些整理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困难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面临到的一个第二个Home店 那这也是我们想要去改善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转换的契机 为什么会想要从Fresk 然后去尝试用Fresk来转换看看 那故事是这样子的 就是曾经有个同事就可能在一年前问过我说 哎你知道有一个闪电符号的Python的framework吗 然后我想说新的OS当时就是啊闪电符号 哈利波特吗 然后他就说啊不是不是不是 是最近比较火红的那个Fresk API啊 那其实Fresk API那时候他讲的时候 其实我就知道 因为其实这个我有听过 但是当时并没有对他去做一个深入的研究 只是知道他说 他好像在这两三年突然窜起来 变得很火红这样子 所以所以他跟我讲了之后 我就想说好像是时候该去聊 了解一下Fresk API的框架了 因为毕竟就是我们有遇到一些瓶颈 然后可能去参考一下 看说是不是有可以转换的空间 所以那这边就会跟大家讲 像说为什么我会选择去做一个转换的尝试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Fresk API给我的四个 就是主要想要去转换的方向 那第一个就是它是Base on ASG 在这个framework下面 那其实顾面是他就是可以同时支援 同步跟非同步的API框架 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所谓的SGI跟WSGI 就是目前大家可能比较常使用的Fresk Djungle 就是在过往的版本上面 他可能大部分都是采用WSGI 就是同步沟通的协议规范 那SGI的话 他是采用非同步沟通协议的规范 那什么是同步跟非同步呢 那基本上就是说 同步基本上就是我今天可能接收到一个任务 那我必须等他执行完 我才可以继续执行下一个任务 但是非同步他不一样他可以在执行的当中 他不会等待目前这个任务执行完 他可以同时去切换执行另外一个任务 那当第一个任务OK的时候 我就会再回来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这部分是蛮吸引我的地方 因为毕竟在Python的这个环境当中 其实非同步这件事情在最近其实慢慢的崛起 那其实也慢慢的稳定 那可以有更多的功能可以去使用 所以这是第一个吸引我们的点 那再来的话就是 他支持Python的TypeHint的这个功能 那其实这件事情他对我们来说其实影响蛮大的 因为他这个TypeHint的功能非常强大 他其实可以让程式码的可读性变得非常好 那同时他又可以去对于一些参数的检验呢 会更加的便利 那Face API这边他就是套用了这个TypeHint的这个功能 那去结合他使用Python这个套件 让我们在不管是API的input或是output 检查上就会变得更加方便 那也可以就是省掉更多 可能过往必须在程式里面去写很多if else判断的事情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点 那再来第三个跟第四个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它是Base上就是Open API的规范 去建设出来的 所以其实他会拥有一个同意的沟通格式 那同时他这些格式出来之后 他可以去自动产生出 就是像Swag UI或是Reduct这种网站式的API沟通的文件网站 那其实这个对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个痛点 其实受益蛮大 因为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唯一的管道 唯一的网站去提供给前端要串接的人 就是比较有那个知识化的规范的格式 让大家不会说可能东上一个西上一个 然后或是Json或是Excel Word这样子去整理 所以最后面这个点也是蛮吸引我们的 那这边简单跟大家做一个比较 就是Face跟Face API 那其实最主要差异就是 它Face在这边它其实是不支援非同步 然后还有TypeHint跟自动券程式的 自动券文件的 那它其实唯一不一样的只有一个就是Face Face它可以自动自己起API 因为它本身有带那个application server 但是Face API它就必须靠像是 Yuvicon或是Gunicone 这些application server去自起 不过这边跟大家提醒一点就是 Face它其实在近期 今年的5月它有释出了2.0版本 那这个版本其实有开始 支援一些有限制的非同步功能 还有TypeHint的事情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还是想要在Face 继续深究的话 其实可以去试着研究 在5月次初的2.0版本之后 那当然它目前有在一直做更新 有去调整 所以这是大家在未来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是不是真的有需要转换 还是其实可以去使用Face 2.0版本之后的状况 对这是给大家一个就是参考的方向 好那接下来就是会跟大家讲到就是 Face跟Face API开发上的一些差异 那就是我可能如果要转换 有哪些要调整 那这边可能会实际带的案例 就是用一个房屋估价模型去说明一下 那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 所谓的房屋估价模型 那其实这个房屋估价模型 当初我们的模型众会想要开发这个 这个模型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过往 可能大家如果有来借过钱 可能就知道说 我今天可能要带房贷 那我就会先跟银行的AO说 我想要带房贷去买房子 那这时候AO就会把相关的资讯整合好 然后给估价师 那估价师就会开始去估价 那等估价师估完价之后 他会把金额还给 告知AO 那AO会再去跟顾客说 那整个来回可能在过往的情况下 就是要两到三天 那可能常常就会有发生说 让AO拿到价格的时候 顾客也不见了 因为顾客可能又跑去找别间银行 那别间银行可能更快告诉他说 他可以带的价格 所以其实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断点 就会造成说可能顾客会 因为等待时间过久而流失 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 其实过往在玉山这边 他其实有一个 一纸房贷服务 他可以提供就是大家去线上做试算 那可以即时就提供一些 简单试算 包含你的利率啊 然后可以可带的金额 但是这个模型可能就是比较单纯的一些线性回归 加上特征比较的方式 那就是想说为了要改善前面的这个流程 所以我们就去想办法透过机器学习的方式 那去改善这个模型 然后让这个模型可以去适用全台现式 那所以这边我们就是把原本的回归模型 改成用机器学习的演算法 那同时去使用POI资料 还有Open Data 政府的Open Data 就是包含可能他输入的这个位置 邻里附近的一些 像是可能捷运啊 或是医疗院所 或是便利商店 POI资料 Open Data的话 就是可能邻里附近的收入资讯 跟人口密度 然后去做一个更精准的预算 去提升他的精准度 然后提供给顾客 那这个整个运算会是即时的运算 这样顾客就不需要等待说 可能两到三天才会知道结果 那估价是这边也可以常用 参考这个模型算出来结果去 做后续的处理这样子 那简单一个事例的话就是 可能当今天 顾客在网路上 如果是使用一直防待的话 那可能就是 我只要在房屋资讯输入 目前的地段 然后可能跟这个房屋类型 像是勾域啊 然后屋领是多少 那所在楼层等等的资讯 那我们就会马上帮你算出说 这个模型结果就是这房屋值的价钱 大概是 可能像这边提的是2252万嘛 那每平大概是74万 那周边设施有什么 像是公车站啊 然后教育相关的设施 然后简营站公园等等 那这些资讯都会告诉你 然后让你做一个参考 那这样就也不需要等待过久时间 也可以很精确的知道说 如果我今天要买房子 买在这里的话 让我附近有哪一些东西 这样子 那接下来这边的话 其实这里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模型的部分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去采用的政府资料啊 然后实价登录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顾价资料 还有Google的POI资讯 那去整个很多因子去做运算 那Google POI资讯这边里面 就是刚刚有提到包含这些 还有甚至零币设施 休闲场所等等都加进去 那我们这边也有去验证过 确实这些东西加进去之后 它是可以提升模型的准确率 大概20% 对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蛮重要的一个资讯 那同时就是我们有改善模型嘛 就是从原本的先进回归 改成多位空间的运算 那这边就是套用LiveGBM 跟CityTrade的方式 大家可以做一个快速的精准的运算 然后快速运算500种因子 那可以及时提供顾客准确的回复 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 整个防务部件模型的一个介绍 那接下来会讲一下说 为什么我们想要去改善 这个模型里面的一些运算 那其实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我们把它包成了一支API 那因为API里面有做一些 其他的运算嘛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透过 C profile去跑一下我们的整个API 执行的状况 那其实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有一个 MatiThreadingO的这个方式 在运算的时候 它其实在占比当中 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大概占了42%左右 那其实我们有去细看这个方式 它在做什么 那其实它在做的就是 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KDTree这个模型 它其实是真的可以去模型 去做一个Fallup的CPU Bond的运算 一直去做模型的运算 所以其实它占了蛮大的一个效能 因为这里面的模型非常多 所以它算出来 它相对消耗的时间 也是非常的久 那同时我们有去拍 使用PyExtrament去做一个时间的计算 那其实也可以看到说 就是在这个方式上面 它占比的时间占的蛮大的 就是占了 像以这一次来说 它占了大概0.22秒左右 所以其实这也是促成了一个 我们想要去转换的一个契机 就是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非同步的方式 去改善这个运算的时间呢 对那所以才会有这次的改造的 计划 那接下来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Face API这边在改造的时候 那可能跟过往的Flesk改造上面的差异 是在哪边 那这边我列四个最主要的点就是 大家如果未来真的有想要转换的时候 其实这四个点是大家一定会碰到的 那这边怎么去做转换 那转换上的差异在哪边 会跟大家做个说明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可以看到Lout的定义 那可能在过往 可能有写过Flesk的就知道说 哎我要定义一个Flesk 这边去定义一个API的话 其实我就是把Flesk这个upjet 起起来之后 那它是采用装饰器的方式 那就是App.Lout 然后后面去定义我的UIL 然后把我要的HTTP的方式写在里面 那就是Post或是GET的方式 那后面下面就是去写我的这些API 所要做的一些处理过程 那其实可以看到说程式码非常的简洁 那就是透过一个装饰器就可以定义完成了 那右边这边的话是Flesk衍生出来的一个套件 它是Flesk REST4 那其实这个套件它的想法是把所有东西整合成一个resource 那这边我们会建立一个像是房屋顾价嘛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House API的这个resource 那它会去继承Flesk REST4里面的resource的这个class 那里面在这个class在这个class里面 我就可以去定义一些initial的动作啊 然后initial定义完之后 我就可以去下面定义我的各自的HTTP的 那可能我这个URL我里面要同时 可以让它是有GET的这个功能 我同时也要有POST的这个功能 那甚至PUT DELETE这种HTTP的Messor 我都可以在这个resource里面一次定义完成 所以其它是把整个定义上的东西整个合在一个resource里面 那在违运上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好违运 就会不会说可能像左边Flesk这边 我可能要全部显在Messor里面 或是我要去拆开来定义这样子 然后或是在Function里面去判断说 现在这个Messor是什么 我要做什么处理这样子 那来到FaceApad这边的话 它的定义上其实就跟Flesk有点像 它一样是定一个object出来之后 然后我就是用装饰器的方式 但跟Flesk比较不同的是 它这边是直接结合了HTTP的Messor 它直接变成是我装饰器点Post 那我这支API的定义就是Post 那假设我是点Gate 那我这支API 不一定是API 它就是Gate的Messor了 所以其实它在定义上会来的比较直觉一点 那它这个就有点类似像我们可能在写 Python用request套件去爬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使用request的时候就是request.post request.get这种方式 所以它会比较类似这种形式去定义 那一样也是相当简洁的 在观看上面就会更直观一点的 知道说我这支API就是Post的API 然后Gate的API这样子 那这是Lot第一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in output的检查 那in output的检查部分可以看到Flesk这边 假设你没有去参考其他 就是它延伸而外出来的一些套件的话 那在这边其实我们要做 以前要做检查的话 可能就是真的是像这种if else判断 甚至或for loop的方式去做一个检查 判断说我传进来的这个input 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格式 那如果不是的话我要做什么处理啊 或是假设符合我是不是要再检查它的值 是不是我想要的值 就是可能它楼层输了一个不是我要的楼层 或是它写了中文进来 对那我必须做这些检查 那其实在过往的Flesk 可能我会写的比较冗长一点 那程式码也会比较乱 当你的input的很多的时候 那如果回到Flesk这边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 initial部分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 它可以在initial部分做一些事情 所以在initial这边 大家就可以去写一些input的检查 像是flow或是totalflow这些 那我可以定义它的type 然后它是不是必要的 那如果当检查发现说 有问题的话 那help里面我可以写一些资讯 回给前端跟前端说 你可能没有给flow 或是你的flow给错了等等的资讯 那前端收到这个资讯 它就可以去做调整 对所以在检查方面的话 Flesk-Restful这个 你证出来的套件 它其实把它变得比较简单一点的 但是它的检查方法还是有限 因为它可能不能针对里面的值 去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检查 就是在initial部分 如果你要做到的话 可能就必须去额外 去自己开发这个变数的type 那这样来说就会相对复杂一些 所以它可以检查 但是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检查 那再来就是Face API的部分 那其实Face API 这边就是刚刚前面有听到嘛 它采用的是python type hint的功能 那整合了pythentic 所以其实在检查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红框部分 其实我就是用pythentic的方式 去写了两个class 然后它就是input跟output 那我在里面就去用type hint的方式 去定义说我的参数 然后使用pythentic的Field 去给定说我这个参数它是像浪这边的话 我就是表示它非必要 我可以不传就可以传 那给一个example是3 那到时候在文件的时候 上面就会秀出来 那下面这边还有一个validator的这个装置器的方悬 那这边其实就是可以去针对里面的纸 去做一个细部的检查 像可能我传进来的城市 它如果不是台北高雄的话 我就rex出去说你传错了 我可能不支援这个城市的运算等等 对那这些东西好之后 我其实就是在它下面的刚刚提到lauter部分这边 我只要在post后面这边去加了一个response model 这个参数然后去指定我的output 那它在回传的时候就会用这个class 这个output info这个class去做output的检查 那input的话就是写在function里面 model predict后面data这部分 data就是我们拿到的input 在facefite拿到的input 那这边后面一样是用type in的方式 我就是用写下这个input info 那当前端传资料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用这个input info去检查说 有没有符合我要这个是不对的话 我就直接回传 那一个翻例就会像是这样子 就会像这边我可能今天课这边 我传了一个中文的3 那其实我这边定义是int 所以我传了中文3 下面就会回一个422 HTP status code 422 然后这边就会跟你说 我传的这个值它是不符合我的形态的 所以其实这样对前端来说会更方便点 它会知道说我到底哪一个栏位哪一个值传错了 然后传错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的形态不对 还是什么样子 对这边都会跟大家说 对这边Face API都会跟大家做说明 那接下来是同步跟非同步的部分 那其实同步其实很直观的看到 就是以Face这边来说 其实就是我很顺的把这个API写完 就是我去定义我的道德之后 然后去做一个model pred 然后我把资料吃进来 我把资料丢到run这个方权里面之后 然后就开始等待它做完 那做完拿到结果之后 我再去做后面的处理 那这是一般同步的状况 那在非同步Face API这边的话 如果我要采用非同步 那其实最重要的两个注意的点就是 我必须去加上两个字眼 一个是async 一个是await 那那这边的话 async这边加上去这件事情是让 那个Python这边知道说 我宣告了这个model pred这个方权 它是一个awaitable的方权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去使用后续非同步的一些功能 那假设我今天在这个里面 我要去呼叫说 这个awaitable的方权的话 我其实就是在前面加上一个await 那到这边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 这个方权它是一个awaitable的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 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 平行的中间切换的动作 去切换然后执行其他的任务 那等第一个任务执行完好之后 我再切回去做后面的处理 所以其实它使用上非常简单 我就是只要加上这两个字眼 它就可以去做执行 那以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是marchive threading old 这个function的例子 那其实在原本的程式码写法上 它就是它是使用thread的方式 marchive thread的方式去执行kd去的运算 那因为kd去的运算里面刚刚有提到 它有分两个function 里面的细节就是在做一些 for loop的运算 去拿一些模型的模型运算 之后出来的结果 然后去丢到q里面去 然后再从下面这边 再从q出来之后回传给 这个主要的方式 主程式那边去做后续的处理 那其实整个过程当中 它就是开了q又开了thread 那其实虽然消耗来说 其实就比较大一点了 那同时它它这边就必须去等待 用star跟appain 然后去join的方式去等待它 所以这边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来试试看 用faceappi去改变一下 那改变方式其实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红框的部分 那其实最主要的改变方式就是 我把运算kd去的这件事情 那两个function 我把它用async的task的方式去做处理 因为在async这边执行 它其实就是以一个eventlook的方式 那不要就是一个trade去执行 很多执行事情 那每个执行的事项 都是以task的形式去执行 所以我这边就是把这两个 kd3的方式去做两个task出来 那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很多 很多个我要执行的task 那最后去使用这个async的getter 的这个function 那这个方式的意思是说 我会把所有我要执行的task awaitable的这些task 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一样是透过eventlook的方式 那他就会等着整个全部执行完 然后把执行的结果存成一个list 收到这个IeS这个变数里面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我就第一个我就省掉了 开thread的消耗 那同时我也省掉了开q的消耗 因为这两个消耗其实都蛮大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这样的话 这边的开发也符合就是一部的开发 就是使用async的方式去做处理 所以其实这个改善之后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 改善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 对 那以及它的比较的状况 所以其实就像刚刚提到的很简单 就是我只要加上async这个字眼跟await 那当然我这边的这两个task 就是function前面也必须去加上async的字眼 它才可以是一个awaitable的function 那再来是API的文件 那其实这个文件的部分的话 就是其实我这边是直接用flex.res4来说明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刚有讲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定义它的in output 那其实我定义完之后它其实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 像是swig UI这种web界面的API文件网站 那这种时候我可能就必须自己去撰写 像是这种swig UI格式的json 然后去把它放在swig UI上面去执行起来 这样才会有一个网站去显示说 我的JJAPI的文件是什么 那其实这种状况 这种开发模式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可能会很常发生 我可能改了左边右边忘记了 我改了右边左边忘记了 这种状况 所以其实这个是 一个蛮危险的地方 因为有可能当我今天改了程式嘛 但是我的文件没有更新的时候 其实来串接的人可能就会发生一些问题 所以这是必须注意的事情 那但是来到Face API这边的话 其实像刚刚有跟大家讲的 我这边可以在这边去定义这两个input output的info嘛 那我定义好之后 当我把API起起来之后 其实它的文件也相对应的产生了 那它只要去访问API 写线然后DOC这个inpoint的话 那它就可以产生出一个这样的网站 那其实它就可以做一个即时性的更新 就是我只要程式有更新 然后重启API 它就会马上有这个内容产生 所以其实对开发者跟 去跟前端使用者沟通的 角度上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样就不会发生前面刚刚讲到 我可能改了程式码 但我忘了改文件 或是我改了文件 但程式码其实没有更新 那就会造成两个资讯不同意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在API文件上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原本的Face API就是没有 那Face API就是本身就自带了 对 所以那回到这边 这边做一个就是三个套件的 算是总结 那这边其实要跟大家说 其实这三个套件并没有所谓 哪个真的比较好哪个比较不好 因为其实本身都各有各的优缺点 像是Face API它其实就是最著名的 就是它支援一部嘛 就是非同步的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type hint 去结合pidentic去做一些检查 还有产生文件 这是它最主要的特色 但是相对来说它的 额外开发出来的extension的套件 就相对比较少 很多功能 因为它是去参考很多python的framework 然后去参考之后 去把它打造出来的 所以其实它有点像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它就会变成是很多东西 都是包在它自己里面 那可能有一些功能使用上 你就必须自己摸索 或者甚至如果没有 你可能就要自己开发 那相对来说 这个在flask这边其实就比较吃香 因为flask它出来的比较久 所以它在额外的extension的套件上面 其实就比较多了 很多人开发出的 像是可能网页的login 或是station这些flask延伸的套件 其实在组合性上就比较高 那其实可以使用的功能也会比较多 所以在flask上面其实就会组合多样性就比较高 那在in output检查的话 其实它也不是说完全不行 但是可能就是要配合像刚刚讲到的 另外额外开发出来的套件 像是marshmallow这种套件 它就可以做到in output的检查 那在restful这边的话其实就是 文件的管理的话 其实如果真的要做到可以自动产生件的话 也可以去参考flask restplus这个套件 它其实也是从restful这边再去额外衍生出来的 那也就是为了产生自动文件这件事情去开发出来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情境 去选择它使用的套件 那接下来就是讲一下两个测试的结果 那这边是我的测试环境跟情境 那环境的话基本上我是在pve上面去开一个vn 然后OS就是rehead 7.8 那cpu我就是用4code 然后mammal也是8g 那python的话我是使用3.7.8的环境去开发 那我测试的工具就是用locals的这个工具去测试 因为它跟python比较相契合嘛 然后也比较好写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python程式就去处理掉了 那case的话我就是简单有两个case 就是我同时都开四个worker 那我一个第一个case是我 把shred数跟worker数接近 就是有5个shred同时打 那第二个就是11个shred去打 那总共都打300秒 那这边先看一下单次的服务时间比较 那其实我在调整完那个function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说Face API确实有比较快 但是就是可能快给大概0.08秒左右 那这是在单次的呼叫上面 那其实单次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 知道说到底差异上是不是真的有明显差 因为毕竟单次嘛 有可能就刚好当下这个时间点 所有cpu memory运算都是零都没有人在使用 那可能就刚好比较快 对所以我们就是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个case的比较结果 那来到case1这边其实可以发现到说 我开四个worker跟五个user去打的时候 其实在user数跟worker数接近的时候 那face effect这边它的回应的中位数大概是在0.3秒 那fresker是在0.36秒 那拉到95%来看的时候 其实face API这反而是0.49 fresker这边是0.44 所以其实两点时间上其实 并没有太大差异 当我把user拉高然后测试时间拉久的时候 所以其实对于face API这边的调整 去针对这个cpu bound调整 其实好像没有太明显的差异 但是如果我从资源消耗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说face API其实在cpu的usage 或是memory的usage 还有就是load average上面 其实明显来说都是比fresker来的低的 那这也是因为就是fresker这边 我们是直接采用开thread出去 那face API这边是用非同步的方式 那就是单一个singlethread去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说实际上是有明显的一些差异 那假设我把它拉高到11个user来处理的话 可以看到说时间上其实几乎接近了 就是我跑了一样跑了300秒 那我收的比数大概是3800接近4000比 那face API这边的时间中位数是0.57 那fresker也是0.57 那95%的话是0.78 那fresker是0.77 那其实两者之间已经幾乎一样 没有差到太多 但是你如果从cpu的load average去看的话 其实可以发现到说 差距就是两倍跟前面的五个user去测是一样的 那cpu memory的话 其实也是就是face API还是低一点点 虽然可能没有低到太多 对所以整个转换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发现到说 针对cpu bond的这件事情 在做转换的时候 其实非同步 其实并没有真的占到很大的效果 那其实就跟可能大家在网上 如果有看到去搜寻的时候 其实差不多类似的结果就是cpu bond 使用非同步的状况其实在运算的时间效率上 其实不会提升到太多 但是在cpu load average的话 影响上其实就比较明显 因为毕竟face API 它就是以非同步的方式去执行的 就是single thread的方式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比较 所以可以看到说实际上转换时间可能 并没有真的到很大的差异 可能在单笔单笔打 如果它间隔时间隔很久的话 这种状况下去测试可能OK 可能真的是有比较快 但是当我把时间拉长 然后来使用同时使用的人多的时候 那可能差异上时间的差异上 可能就不会这么的明显了 对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比较 那最后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整个转换上面的一些心路历程 那这边主要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同步跟非同步的使用注意事项 那其实从前面的整个转换 然后到测试过来之后 那针对这个同步跟非同步的使用情境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是想要用同步开发的话 那其实就是只要在你的这个API里面 它是没有过多的IO棒的话 或是执行速度够快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你就用同步就OK了 不一定要用到非同步 但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去尝试转换 是OK的对 所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用同步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那同时你也没有开很多 所以的话其实效能效果可能就 比较不会那么大 那但是那假设你今天想要用非同步呢 那就是当你的IO棒的程式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很多这种是在等待的时间的话 那其实这种状况下你去改成非同步 就会比较适合 因为它它在主导就是在IO棒的状况下 它可以提升蛮多的效能的使用 对所以在IO棒比较多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去做转换 那第二个是CPU棒执行时间占比过多 就是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例子 它占比占的很重 几乎占的快50%了 那这种状况下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去做转换 但转换结果可能不一定会真的比较好 可能会持平或是低一点点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到说真的像IO棒这种转换 上面差异来的那么多 所以CPU棒如果执行时间过多的话 你可以考虑去转换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收到比较好的时间效果 如果你对时间的要求比较大的话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去尝试异步转换 跟你想去减少CPU的Low的Average的话 其实那你就可以去用非同步来试试看看 那这是一个给大家 就是使用同步跟非同步的十几点的一个参考 那再来就是一个地雷的注意事项就是 Rest Condition的问题 就是这个地雷其实就是在这次转换过程当中 我最常遇到的一个地雷 因为这个地雷其实不管你是在Multi Spreader 或是Multi Process 或甚至这种非同步的状况下去执行的话 其实都会遇到 那在这个转换当中 这个像右边这个安逆器 就是我可能定了一个API 那这个API进来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唯一的UID 那这种时候我就会去做后面的执行 就是到Predact那边 我会做一个Await去等待它 那做完之后下面的步骤是去Update这个UID Trace这个变数 那但是在Update的时候 其实假设它在切换的过程当中 它切换去等待 让它去执行 去搜了新的Reface进来的时候 那其实这种状况下 你的UID就会被改掉了 因为它其实是在同一个执行的Session里面 所以它的UID其实会被改掉 那这种时候 然后当如果你有做Log记录的时候 你就很浓很长可能会发现说 你刚进来的时候记得Log 是可能叫UID叫1234 但当你的Await这边处理完 收到往后做执行的时候 你在记一笔Log UID的时候 它可能就变五六七八了 那这种状况就造成 假设你这一次的请求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难debug 所以这种Rest Condition的问题 可能你就必须要去注意到 就是在非同步这边 就是你可能真的要小心一点去使用 或是可能要用其他方式去改变 改变这种状况 这是在使用这种非同步的功能的时候 真的非常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点 那最后这边就是会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FlexX的一些转换上的想法 心路历程 那其实并没有说哪一个工具真的比较好 其实最主要是你要选择到 适合你自己的工具 那因为每个工具都有它的优缺点 就像刚刚前面帮大家整理的 那三个工具的一个就是特色 跟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 那重要是像是你要选择 属于你自己在开发这个Project 或是其他功能的时候 它比较适合的工具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当你选择好之后 其实你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工具 它背后执行一些原理 你不能说我今天觉得FaceAPI很炫炮 我今天就拿来使用 那但结果像改了之后 就会发生可能像刚刚前面有提到 其实它实际的时间这个部分 其实没有到很大的效果 虽然说CPU资源消耗这件事情 其实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预期 但是时间并没有很明显的消耗 明显的改善 所以你必须去了解它实际背后的原理 你才可以去做比较好的开发 那整个转换其实真的不难 因为像刚刚前面那四个点提到 就是你最主要从Fresco转换到FaceAPI的部分 那其实你只要掌握那四个点 那掌握之后你要跳到 你要从Fresco转换到FaceAPI 第一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换 那转换之后带给我的效益是什么 那对于我在整个转换尾音上 或是之后整个服务的尾音上 是重点在哪里 这个才是真的需要做到转换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这就是我今天整个的分享 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从Fresco转换到FaceAPI的一些心路历程跟感想 对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嘉诚帮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那这个演讲主要是针对他们从Fresco转换到FaceAPI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QA时间 好 那这边呢有一个问题是想要问说 比较起来呢 Flask跟FaceAPI 相比较 Flask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比FaceAPI更好的地方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比较起来的话其实会比较像是说刚刚有提到的 在文件管理这部分 还有就是in output检查这部分 因为在FaceAPI因为它是参考了很多过往python的framework去架构出来的 所以在in output检查我会觉得说它比较不像Fresco像刚刚有提到的Fresco这个套件 它是比较相在那个resource的class里面 它是把它拉出来自己一个独立一块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在算写程式上或许你可以把它拆比较多的档案去做管理 你在文件上可能会比较好管理 对我来说我在管理上可能比较方便 那同时就是这些写出来东西它转换成那种网页版Swag UI的时候 它的转换上你可能不需要做太多工 因为它本身背后的框架都已经把你处理掉了 所以让你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做一个比较专注在就是我只要写好我的in output参数的定义 那服务把它提起来那我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功能 对那这部分是我觉得一个蛮大的重点 那当然其他就是ebo的使用 ebo就是最近在python这个领域其实就是慢慢的崛起 也蛮多人会想要去尝试说使用ebo来处理一些事情 那其实Face API这边它就是以ebo为一个特色吧 对所以ebo的话如果大家是真的有对ebo有比较多的处理的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去使用Face API来做开发 我稍微再回到刚刚问题 因为刚加成回答的应该比较像是Face API 它的优势是刚刚你说spec还有ebo的这个 对但是刚刚的问题应该是觉得flask 跟有什么大于Face API的地方 对对对 有大于 不好意思 那大于的话 大于的话就是像刚刚刚有提到的 Face真的有很多额外的套件 就是开发者衍生出来的套件 就是什么flask login flask session flask seqlalchemy 这种套件 那这种套件它其实在Face API里面是很少 目前比较少人开发出来的 大部分还是都是用在Face API里面原生的 那使用上你可能就会比较受限在整个框架上 那但是flask它开发出这个东西其实 对于来说像是一个就是在写网页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觉得写网页这部分 其实我会比较喜欢用flask写 因为它开发出来的套件真的比较多 在写网页上面它跟Gingra的结合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其实如果在写网页上 可能我就会比较偏向去用flask去写网页 那可能是写这种非同步的API服务的话 我才会想要去转到说使用Face API来做开发这样 嗯嗯 好所以 好应该有回答到刚刚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问题是 呃刚有解释到说你们在改造使用这样的方式之后 你有遇到一个地雷吗 是Race Condition 那么请问你们遇到Race Condition 后来实际怎么去做解决 呃遇到Race Condition的部分的话 其实后来我们就是有用很多种方法 一种就是可能去使用Deep Combi的方式去做改善 那甚至就是或是把一些log的记录可能拉的比较高 拉到可能是在前面那一层去塞Middleware层去做处理 可能在他进到有wait之前去塞Middleware处理 然后后面进来再去塞下一个处理这样等等 就是其实还我们其实这个也还是尝试 因为Race Condition 因为整个程式蛮复杂的 那Race Condition问题其实我可能改了第一个之后 第二个其实还是会有 那其实可能就是尽量避免说在Function里面有过多这种同时共用的变速去存在 那去减少这种可能性 那或是如果真的有遇到的话 就是可能用这种Deep Combi的方式 但是它Deep Combi消耗就会有点大了 所以其实这个可能目前比较没有一个 我们自己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法 对可能就是不断的在尝试说到底怎么去使用会比较好 嗯嗯嗯 好那可以帮导播帮我把题目往上拉一点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想要问Face API ORM的部分 有什么比较推荐的整合套件吗 嗯 ORM部分其实Face API自己本身 我印象中里面就有一个ORM的插件可以使用 对其实我那时候开发有去使用过 对那如果你是对于ORM使用比较重度的使用者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使用它那个套件就可以 因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Face API的官网看 官网上面其实有说明说我今天要使用ORM套件的话 是可以直接使用Face API本身里面有一个ORM的模组 可以直接用那个 我其实我自己觉得使用下一根 你去使用Tresc上面的那种CQ Alchemin的 其实基本上使用情况是一样的 但是使用上可能就是要比较注意 因为ORM这个东西其实是把很多Database的功能都包起来 所以在使用上你可能在后续文艺上 你就必须要比较小心就OK了 嗯 好谢谢加成的分享 那我们可能时间上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主要就是剩下的时间的话 我们这个议程就必须先结束 那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接下来会后我们会邀请加成到Gather上面的一个Mingle Lounge 去跟大家互动 就是有问题的人就可以把握这机会去跟他互动这样 那也邀请加成到我们那个HackMD上面去针对 现在的还没回答的问题去做一些交流这样子 OK 那谢谢加成